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子東 那今天是1月12號嘛 我們的加權指數表現得還算不錯 而且這邊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操作的重點 也是一個分水嶺 你說老師今天好像只是上漲87點 好像只是拉一個尾盤而已 好像沒有多了不起耶 而且你可能會說 如果移到上櫃來看 今天跌加速還是多過於漲加速 所以你會認為今天 那到不了大概就是拉一些金融類股 拉台積電 大概就是這樣的盤式 中小型類股目前為止還是偏向於空方思考 所以我說今天這一集很重要 我們就從大盤指數跟個股的部分 一路跟你探討下去 這個是我們的意見 你可以參考一下 來首先 這段期間我跟你分析的大盤 關鍵時間點在1月10號 那我有跟你講過說關鍵的點位在18064 過兩個交易日 今天禮拜三你發現其實是守住的 那如果這幾天我在節目上面講大盤 我說如何用這一套系統操作期貨跟選擇權 我相信你應該都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既然規劃了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規劃 來導播先拉回來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規劃 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不囉嗦我們直接來看 我們今天是怎麼做的 來今天是1月12號 時間點在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是買進一筆多單 我們今天掛價的時間點在11點39分 那我比較龜毛 我通常很少會用試價 可能會有幾點的誤差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採用掛價的方式 我們掛18295上下2點 買進一筆多單 設一個30幾點的停損 我相信是非常OK的 好結果這一筆單 我們直到11點51分 我們才成交 一定有穿價嘛 11點51分的之後 來到18293上下2點都有成交 後面最低點來到1828幾 所以第一個停損沒來到 我們就續報 11點51分一定穿價成交 結果呢 你如果有做期貨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 今天的尾盤收18375 我們來算一下 18375-18295多少 沒有說非常多啦 80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這一封訊息的話 我們再三強調喔 市場上面有一些做期貨的老師 整天跟你講 他的軟體多厲害多厲害 結果你發現他怎麼樣 一開盤可能十幾二十封訊息 可能給你十個支撐五個壓力 請問你要做哪一筆啊 我說我們不是 我們今天就做這一筆 就買進這一筆多單 就掛這一個價格 18295上下2點 好啦那結果你知道啦 如果你報到收盤的話 18375嘛 這個地方我認為是一個轉折點嘛 所以我們說到就要做 不是分析了半天然後也沒做 我們怎麼樣規劃 我們就怎麼樣做單 好那其實今天有一點玄機 因為今天我們可以從 國際股市的面向來跟你探討 為什麼今天我們做這一筆多單 你可能會認為說 老師你是不是單純的 執行一個敲底的動作 就是你看到說 這個地方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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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會看技術分析 你會說老師我知道嘛 你是不是就等到止跌了之後 這個地方你可能會畫一條切線 說這個地方止跌了之後 佈局一筆多單 我們如果要做指數期貨 其實大部分都一定要從大盤 甚至國際股市 甚至個股現貨的部分 一步一步的去推敲 你才能事先做規劃 單一指標 比如說單純用技術分析 說這個地方是區間 都會稍嫌薄弱 你必須要把總體經濟 或者是全資股全部都含納進來 這個地方除了跟你講大盤指數以外 其實跟你操作個股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昨天我相信你很清楚 你一定是在看鮑爾在聽證會 跟你講了什麼嘛 結果市場上面是不是都傳 昨天的鮑爾講的話 好像沒那麼陰 稍微偏向割派一點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重點 鮑爾的聽證會 其實他講的第一個 通膨的壓力其實持續到年中 其實他沒有改口說 縮表的時間跟升息的次數 那他為什麼會很陰呢 第一個這段期間 是不是因為FED 從鴿派變成鴿派 支持2022年升息兩次 後來市場上面傳聞變成升息四次 這個都有嘛 其實鮑爾昨天的言論 他鴿派其實不是針對於說 縮表的時間或者是升息的次數 有稍微去做一些更動 他其實是在講一件事情 他鴿派其實是在說 他說最近因為我們聯準會怎麼樣 升息的議題造成美國股市 不是那麼樣的穩定 這個他也公開承認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其實是至關重要 他講了一句他說 我們貨幣政策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抵押通膨 但是我們聯準會 其實是有很多套的工具 來支撐市場的上漲 因為這一次聯準會 從來沒有說 我是為了說股價漲得很多 或者是股票太碰瘋了 所以我們要壓一下股價 其實不是 他從頭到尾只是為了要做一件事情 抗通膨 目前為止只剩下一個商品怎麼樣 目前為止還非常的強勢 就是油價 這個也是全球市場上面 每個國家的央行 目前為止最頭痛的問題 所以不敢鬆口 但是問題是 鮑威爾其實他稍微割派的言論是 他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套的工具 怎麼樣 來應對這個盤勢 所以昨天的美股是大漲 這件事情你必須要先放在心中 因為接下來我們討論到 操作個股的部分 我絕對不會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哇我說資金大寬鬆時代 你買任何一檔股票都會大賺錢 絕對不會這麼講 因為鮑威爾也沒有鬆口 他針對縮表還有升息 他是沒有鬆口的 他只是跟你講 他有很多套的工具 昨天我也剛好講過 我說央行或聯準會 其實各國的央行都是這樣 各國的政府大概都是兩隻腳 兩套工具 貨幣政策或者是財政政策 為了壓抑通膨 他在貨幣政策這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這隻腳怎麼樣 再放下去 但是財政政策其實就有辦法 針對到我們台灣國內的個股 其實這個就很有話題可以講 這個我們今天後面會講 來我們 所以我們先把指數期貨的這個部分講完 第一個 我們分析大盤1月10號是關鍵點位 我同時參照了一個騰落指標 這個可能有一些投資人不清楚 我們曾經講過 我說騰落指標 來導播這個地方稍微放大一點 單純的只統計 我們台北股是上漲跟下跌的加速 它不統計上漲跟下跌的幅度 那我有講過我說騰落指標 它是一個區間型的指標 也就是說什麼 在一個區間 通常一個循環大約是一個月 來到低點的地方 代表著這段期間市場上大部分的股票 都是下跌的 趴數不知道 但是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下跌到一個支撐點之後 如果來到一個支撐的點位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買股票 我們甚至說的極端一點 如果你是閉著眼睛射飛鏢選股 在這個地方 你往多方操作 其實勝算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指數期貨的部分 這個我們很清楚 同時帶到個股 這一筆單其實還有很多的玄機 像上一次投資人 來 你還記不記得上一次我們操作期貨 有一筆單我們做空 時間點沒有很久 1月5號 差不多就是大盤的回檔起跌點 那那個時候我們做空 我是不是跟你講 那個時候 如果你看前一天1月4號 外資在選擇權的部位 居然是買多的 但是我有跟你講 第一個 如果你單純的看選擇權的部位 就認為這就是外資的大盤的方向 那未免見數不見0 因為外資 有些人是做組合單 那有一些外資基本上 單純的是做波段單 或者是當沖隔日沖都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是不是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做空 還有別的分析師在節目上面講 你看外資選擇權買多 所以股票 所以指數大盤有支撐 聽了就想笑 這種分析方式未免太出錢了 今天其實一模模一樣樣 如果你看這幾天選擇權的佈局方向 你是不是發現 外資這幾天全部都是佈局空單 今天1月12號 昨天你很辛苦的做功課 1月11號晚上 你會想說 外資都是做空方 所以今天一定又趴在地上 不好意思 今天是多方盤勢 外資昨天的選擇權口數 是-6448口 放空了6448口 甚至被我們開玩笑講了一下 那個基本上是反指標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決定今天在這一個點位 做一筆多單 我們的分析有邏輯 而且也非常的清楚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一筆單 討論到個股的部分 因為我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跟你講 外資其實 很多的外資其實是在做組合單 來我們講一下 金融類股今天很強勢 開始進入到類股的部分 但是這個地方第一個 我們很清楚的跟你講 不是每一個族群 今天其實都有行情 那如果你是操作台股的 有一件事情 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來 這件事情 北美半導體設備出貨報告 當然它不會每天都公佈 一個月公佈一次 你發現長線趨勢來看 半導體設備相關概念股 因為這跟我們國內 連動的程度其實是非常的高 就好像我跟你講 我說我們國內 每個月一次公佈的數據 最重要的其實是景氣對策燈號 因為這是一個長線的方向 有兩個很重要的數值 來導播這個地方 我們再放大一點 一個叫做海關出口值 一個叫機械級電機設備進口值 基本上怎麼樣 跟北美半導體設備出貨 金額的報告 基本上長線來看 這個會是同步的 所以相關族群 相關概念股 投資人 你不要錯過 你可能會講 老師你剛剛分析 好像講說大盤今天好像不錯 可是實務上 你的單卻不是這樣子 從國際股市的面向 我們就可以來解釋一件事情 而且如果你看得很仔細的話 應該知道 我今天的圖 一開始 我其實旁邊還放了一個油價 為什麼 今天為什麼航運會特別弱 因為怎麼樣 鮑爾稍微有一點歌派的言論 目前為止原物料打壓 比如說是金價 比如說銅價 其實都還算成功 都壓抑住了 唯獨油價其實非常的頭痛 昨天鮑爾稍微有一點點 割派的言論 油價怎麼樣 上漲一趴 這一趴其實就很多了 所以這段期間 基本上油價是持續上漲的 所以今天有一個族群獨弱 叫做什麼族群 叫做運輸族群 它獨弱 這一檔特別的弱 所以你今天開盤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想說 我要搶一筆多單 不會 而且市場上面 大部分跟你做航運的 全部都認輸 要嘛就是說 認輸了 認輸了 然後可能會含糊其詞 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前幾天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賣出一趟 假裝好像賣到最高點 拜託 會跟你講航運的人 大部分是從去年的7月 一路跟你講說 航運很好 報到現在 他輸了 他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能很不甘心的講 他基本面明明很好 但是盤勢不如意 這個地方我就跟你講 基本面不是這樣子分析的 前面我有跟你說過 我們甚至可以就籌碼面來看 去年第三季 我們甚至還在放空航運族群 因為我跟你講 去年的第三季 你看基本面會覺得 他好像表現得不錯 但是有一關沒有過 這張圖我相信投資人 你如果熟悉的話 應該看過很多次 我說 他基本面這麼好 為什麼去年第三季 大股東持股全部都是往下降 全部都是往下掉 長榮望海陽明 通通都是 他直到今年的第一季 今年的1月12月底 才開始有一點點明顯回補的跡象 所以反彈了 所以其實重點 其實是在於籌碼面 好那這個地方 第一個 基本上我說你分析基本面 不是單純的跟你講說 他去年第三季 去年第四季的本益比很低 所以他的基本面非常的好 完全不是這樣子看的 我有跟你講過 運價指數持續攀升 這個沒有錯 但是運價指數是為什麼會攀升 因為那就是 他要去抓他的源頭 油價上漲 如果我的運價指數沒有上漲的話 沒有調整報價的話 我的獲利不就被侵蝕 現在運價指數仍然上漲 可是油價也上漲 航運類股有沒有賺到更多的錢 會打一個問號 那是一個未知數 股市最討厭的就是不確定性 他既然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昨天鮑爾 他有一點點 鴿派的言論 所以油價趁勢上漲 油價趁勢上漲 你就知道 今天如果你做航運 大概不會有好的結果 你今天早上一開盤 你也不會犯錯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 會去做這個族群 大部分都認輸了 不然就跟你講說 原本是爆波段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地方 原本他可能跟你說 你看我們用技術分析 這邊有一條切線 你看這個地方 或者是去年第三季 在這個地方打底的 跟你說這個地方是支撐 大概都是這樣分析 來來去去不就這兩套 一個是畫切線 一個跟你說區間打底 市場上的技術分析 基本上 只要是小學生 隨便買兩本技術分析書 應該都看得懂 因為兩點連一線 沒有很難 如果兩點連一線 這樣就可以賺錢 市場上也沒有人是輸家了 對不對 這個話也許你不愛聽 但是是事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大部分還會做行運 大概就說 我們只是做當衝 波段輸了 開始在這個地方跟你說 我們轉做當衝 每天衝來衝去 訊息一大堆 也不知道有沒有賺錢 那我想 這個不是你來股票市場 也不是你找老師的目的 因為如果單純 跟你看個什麼BIOS指標 來到D檔 這個地方買多一個KD指標 小學生都會 還需要老師在節目上跟你講 這件事情嗎 其實不需要 好 所以今天這個族群 投資人 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來講到幾個族群 我相信我今天的測標 你應該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首先來大盤的部分 甚至類股的部分 我們先講完囉 還記不記得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一檔股票 因為我剛剛講了一句話 我說 他現在要升息 不是為了要把股市打趴 他其實是害怕通貨膨脹 但是這段期間 一直放出升息 跟縮減購債的言論 有維持住金價 也維持住銅價 那有幾個族群 基本上長線來看 基本上就是利多 譬如說去年10月 去年12月10號 講錯日期 我們做38.9 12月10號 我們買進2457的 飛鴻這一檔股票 第一個 因為它是連接器 這個地方 我們就稍微提到一件事情 不知道投資人 你還記不記得 拜登去年一直在推大基建 大基建不只是針對於鋼鐵 其實它例如說針對充電樁 甚至例如說半導體 都有一些財政政策在支援 不是只是針對鋼鐵而已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從最源頭 從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報告 你就可以發現 仍然是一路攀升 因為這個部分 財政政策的資金是夠的 然後近期怎麼樣 2457的飛鴻 我們當初買是買在38.9 近期比較弱 近期因為 升息的言論 股票比較弱 到今天仍然是有46塊 一段一段做 拉回後面這檔股票 如果長線看好 你是要等一個 稍微有一個大幅度的修正 再進場做逢低乘接的動作 這檔股票 從去年的12月 其實我們就已經介紹 我們今天的重點 其實不是要擺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要擺在幾檔個股 比如說這一檔 這檔股票 10點點其實沒有很久 我們節目的上半段 就先看完這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中探針 我講的時間點沒有很久 昨天而已 2022年1月11號 那我們每天的節目都只有半小時 所以不夠時間放重播 我昨天跟你講中探針這一檔股票 你可能會說 因為中探針這檔股票 其實我們操作了好幾趟 如果是長期是我們的會員 應該已經很熟悉這檔股票了 好 我們最後一次操作 你說老師你買的價格好差 1月11號 最後一筆買 因為可能會有新會員加入 老師你看 你昨天11點 56.5買進中探針 老師 我認為這個價位 不算是非常好 老師你為什麼不買在40幾塊 50幾塊 因為我們一段一段的操作 老師也不是神 我認為這個地方有要衝高的跡象 我看好基本面 我從總體經濟一路跟你研究到個股 我認為這個地方基本上是OK的 即使這個地方稍微有點追高 基本上都還是有利潤可以賺 因為在這個市場上面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說 你跟著我買股票 我可以買在最低點 出在最高點 尤其是現在的盤勢不是那麼好 很多人大部分都做短線 也不會跟你講說 擋擋股票漲停板 每天賺一個翻倍股 也沒有這麼厲害 現在的市場就不是這樣子 昨天我們稍微追高了一點 但是今天仍然是讓我們有所收穫 今天大盤漲80幾點 不算非常強 但是這一檔股票已經相對的優質 你要做長你要做短 我認為基本上 我們的訊息對你的幫助都非常的大 那我節目的測標 一檔股票是多 我昨天的節目剛好也有講說 目前因應現在的盤勢 你千萬不要以為每一檔股票 在這個地方第一檔都可以接 有一些股票即將要回到大空頭 這個股票我們已經直接名獎了 就是宏達電 所以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會再繼續跟你介紹幾個重要的族群 我們先進廣告 運達投顧 新年新氣象 古年搶投降 投顧身風大領紅包 358讓您今年一定發 358運達投顧 讓您今年一定發 舒服專線0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顧 新年新氣象 古年搶投降 古古身風大領紅包 358讓您今年一定發 358運達投顧 讓您今年一定發 舒服專線0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目前為止 因應這個盤是 前面有一些個股 我們認為是多方看待 但是也有一些族群 我們是空方看待的 所以剛剛節目的上半段 其實我忘了一件事情 忘了再提醒投資人 有一些族群 在我心目中 我認為是標標準準的 空方結構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我們不可能一個 一個30分鐘的節目 講17800檔股票 如果你不清楚 你現在手上股票的狀況的話 這個QR Code 我們一直都很有誠意 希望可以幫到你 一直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還沒有掃描 還沒有加入 如果你是有個股的問題的話 你加入進來 股票的問題 一定是我本人親自回覆你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你要用搜尋的方式 搜尋小老鼠FGT 0262M 還要記得 因為我們是官方帳號 所以這一個小老鼠 不可以少打 這個地方 我們就提醒到這裡 當然有一些股票 像我前面跟你講的 我說有一些股票 基本上 超級空方結構 因為為什麼 2498的宏達店 昨天是大跌 今天怎麼樣 今天大盤最後拉尾盤 結果他盤中怎麼樣 大盤再上漲 大盤止跌反彈 這張股票再創低 如果你是習慣做當沖 做短線的話 今天開盤基本上你無腦空 你都會獲勝 因為為什麼 這檔股票不是今天才弱 他從去年的11月 因為這一段 量縮怎麼樣 是觀景幣 解禁了之後 主力的動作在做什麼 在不斷的出貨 甚至上方都是套牢區 你就應該知道的很清楚 現在有些人在跟你講說 元宇宙 大部分都是看著新聞消息面操作 相反的 我們是一套有邏輯 有分析的方式 前面我們有跟你講 在壓通膨 對於金價跟銅價 基本上已經有壓抑的動作 如果是連接器相關概念股 或者是車用相關概念股 前面我也跟你講 基本上硬度指數 表現的還是非常的不錯 如果你要參照題材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面面俱到 你才可以分析一檔股票 那我會認為連接器相關概念股 甚至切入的是良好的市場 良好的供應鏈 良好的題材 這些股票才是你的首選 這才是你應該做多的股票 節目時間不太夠 就只能分析到這個地方 助投資人操作順利 我們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放數字幕再編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